那么接下来呢 同样是因为这个案子之后 饱受压力的陆军司令李翔周 8月8号那天 他向国防部长延明申请退伍 但是当时这位新部长并没有马上留人 所以当天延明为了安定军心所召开的 全军重要干部座谈 李翔周甚至干脆缺席了 其实李翔周被视为马总统的人马 现在呢军中缺乏他的班底 据说他的下一步很有可能转为战略顾问 或是接掌国防大选校长 上任第二天 国防部长延明召来312位主管管 全军重要干部排排坐 偏偏有一人刚好没到 李司令他那天下午刚好 他因为有其他的药物 所以他没有办法出席 红仲秋案让陆军灰头土脸 8月8日司令李翔周申请退伍 延明却不置可否 李翔周索性缺席下午 新部长首次召集的重要集会 那现在掉一个 没有当过军总司令 研讨化接任国防部副部长的布局 这表示他已经卡死李翔周去处了 严明的参谋总长宜缺 按惯例该由军总司令接下 但偏偏没落在李翔周身上 眼下只剩下国防大学校长 和战略顾问两种选择 他真正待过了部队 他本身没什么人脉 那你说他为什么到陆军司令这边来 其实就是因为他本质学能不错 被视为马总统人马的李翔周 在军中等于没有自己班底 国防部长严明首要任务摆在稳定军心 但队内似乎更迫在眉睫 TVBS新闻杨清波 钟沛军台北报道